2022号声音第五期王选将于9月2日继续上演 目前四大战队都是满园的状态 接下来学员的抢位大战将会一场精彩 从第三和第四期的现场来看 李柔浩和梁静茹以及廖昌友这三个最先满园的战队 都已经开始了PK抢位大战 有的人离开了 有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一席位 中国好声音历来都是这样 每位学员都面临着残酷的赛制 同时又能感受到导师与学员们之间的不舍之情 虽说之前有几场学员比拼 但是大众们认为的几位夺冠呼声很高的学员却没有被选中 还没有听到他们在舞台上唱第二首歌 今年总的来说 廖昌永的战队实力比去年提升了一大快 令廖昌永引以为傲的学员彭忠豪已经在比拼中获胜 并且稳坐六强的位置 在第五次盲选里 新登场的卓海豚乐队赢得梁静茹导师的转身 同时也有李荣浩为其转身 但是这支乐队似乎对李荣浩有一点点的排斥 最终他们选择了梁静茹 也由此拉开了一场学员间的PK大战 卓海豚乐队选择对抗的对象是范本彤 前面有提到 范本彤之前与廖昌永战队的彭忠豪有过对抗 输掉比赛后来到梁静茹战队 这次小饭唱的是梁静茹的歌曲 歌曲名叫情歌 但是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显然准备不够充分 也可能是原唱就在眼前的缘故吧 范本彤唱错了很多处的歌词 很显然在点评的时候梁静茹对这些事物很不爽 自己的歌曲被唱成这个样子 不高兴也是很正常的 最终梁静茹选择了卓海豚乐队 但是如范本彤这样优秀的学员 其他导师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就像廖院长所说 他相信小饭不可能只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果然在十秒留人的时刻 廖昌永果断拍下案件 范本彤这次演唱的是没有你 与他对战的是翁杰 这次翁杰演唱的是自己的原创rap摇啊摇 在对战前 翁杰还是说一些大话的 俨然这个舞台他必胜一样 说要让范本彤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严海来的货 在廖昌永还有一个队员得很会说大话 这位学员是周斐哥 他居然认为 任何一位学员和他对战 他都不会输 说实话这口气真的太大了 这是好声音舞台 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传统流行音乐唱法 这里面可谓是群雄逐鹿高手如云 一个有秀位的人不应该说这样大言不惨的话 结果翁杰不敌范本彤离开了这个舞台 在第五期导师盲选的时候 如李荣浩和克勤导师 他们选择转身已经是非常谨慎了 倒是梁静如和廖昌永二位平平转身 而且有的时候 梁静如容易根据自己的情绪来选择学员的去留 其实这是非常机会的 因为身为一个战队的导师 必须要考虑整个队伍的实力分配均衡 手中要有王牌 要说比较弱的学员 哪个战队都有这种情况 就看能不能很好地利用田击赛马这种策略赢得比赛 随着节目的层次递进 盲选即将要告一段落 相信各战队六强位置马上就要确定下来了 各位导师也会对自己战队的火力进行分配和调整 总是觉得今年的冠军会在廖昌永和李荣浩之间产生 而且廖昌永胜面可能还会大一些 你觉得呢 你觉得几位导师和战队 哪一个对冠军胜算的把握要大一些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